另外呢我们来讲讲矿物质的切发所造成的影响 矿物质呢 有钙 铭 铃 铃 铃 钾 很多种包括锣 包括这个葛 很多种不同的这个矿物质的需要 有些矿物质呢 是不需要额外的专门补充 除非有特别的疾病 那一般来讲我鼓励呢 补充那种多种营养素与矿物质的合集 一般来讲这一种设计呢 现在的这些那些高科技的这些公司呢 都已经能够做到把身体所需要的那些多种的营养素 合集在一块 我主要讲两个 第一个就是钙 第二个就是铭 铭呢 很多人比较不太知道 钙呢 由于前两年炒过很多的这个保健品 就谈过很多的钙 所以大家稍微知道钙的这个影响 但是呢 讲到钙以美的时候 我要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钙和美是无机的 无机的东西呢 是不能够直接被利用的 所以我们要应用的钙和美呢 是必须呢 是经过藕合的 有机的 打个比方 你把蔬菜里面的钙提起出来 比如说你从脂肪木序里面提起出钙 这个钙呢 对身体是很有用的 可是呢 你如果呢 把石灰的钙呢 把它弄成粉末 直接吃呢 这个就不能利用了 因为呢 它是无机状态的 所以都叫着钙 我发觉以前呢 到目前为止 有很多的钙制品 其实它的来源呢 是从无机的状态来的 这种钙 它的吸收力是很低的 而且很容易在身体里面沉积下来 非常容易形成结石 另外呢 如果你吃的是有机的钙就不同 有机的钙呢 它在身体里面 是以一个非常小的分子状态进入身体的 很容易被利用 也很容易被排除体外 不会造成成绩 所以呢 讲到钙与美呢 首先要知道它的来源 尽可能从食物当中获得 其次呢 一定要去 如果你要做营养补充 你就要去考究 那个营养补充的来源 是否是天然的制作方式 来自于这个蔬菜啦 水果啦 或者一些天然的食物 好了 钙和美 这些矿物质构成了 人体的一个关键结构 这个结构呢 就是人体的三大支架 这个三大支架呢 是神经 骨骼 跟血管三大支架 所谓支架的意思就是 骨骼到达哪里 神经就到达哪里 血管也到达哪里 所以当你一动的时候 就是三个一起动的 骨头 血管 神经 一起动的 也就是说 你生病的时候 不管你生什么病 骨头 血管 神经 都会受影响 我打个比方 比如说 我现在皱着眉头 当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我背后的神经呢 就要开始硬做 开始拉紧 神经一拉紧 就把肌肉也拉紧了 肌肉一拉紧 就把后面的颈椎的 这个骨头也拉紧了 所以一个人如果经常做这个动作 他的颈椎一定有问题 然后呢 颈椎有问题呢 代表呢 大脑供血一定不好 大脑供血供氧不好呢 就一定经常头晕 同时呢 记忆力会开始下降 所以呢 除了要去做颈椎的校正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改变自己的动作 不要乱自己 长期处在这种状态之下 盖的缺乏 会导致容易做梦 头痛 妙贫 那各位注意看 一做梦 是不是代表神经没有得到放松 什么叫神经没有得到放松 这本来你谈在那应该睡觉 可是你那个神经还拉紧着 那么拉紧的话 就继续再传递各种信号 人是睡着了 可是里面还在跑马 还有很多的那个图像 还没有抹掉 还没有放松回来 还在继续传递的信号 另外呢 这个头痛呢 刚才讲过 它跟我们的神经紧张有关 然后呢 尿瓶 尿瓶呢 也是代表神经控制出问题 抽筋 还是跟神经的控制有关系 也跟肌肉有关系 钙美跟肌肉的关系也很大 总的来讲呢 像肌肉抽动啦 腰酸背痛啦 液晶疼痛啦 容易骨折啦 身材矮小啦 尿传啦 心剂啦 所有这些症状都跟缺乏矿物质 钙与美有关系 那么最重要的 我把它总结一下 第一个 凡是身体僵硬 缺乏弹性 就跟缺乏钙美有关 所以 腰酸背痛 腿抽筋 这种僵硬的代表 就跟缺乏钙美有关 第二个呢 缺乏钙美呢 会导致僵硬 所以呢 僵硬呢 就对心脏有很大的影响 因为你的血管僵硬 没有足够的弹性 肌肉僵硬 没有足够的弹性 另外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所有的痛 都跟缺乏钙与美有关系 不管是哪里痛 头痛啦 腰痛啦 不管是哪里痛 只要有痛 你就记得补充钙与美 哪怕是牙痛 因为所有的痛 都有一个现象 就是肌肉收紧 肌肉收紧 压迫到了血管 你才会感觉到痛 对吧 那么只要把肌肉一张开 神经血管不受压迫 那么你就不会痛 所以中医说 痛则不通 痛则不痛 但是这句话中医没讲清楚 不通 是什么东西造成的 不通呢 除了血栓堵在那形成之外 大部分的不通 都是由于肌肉紧张 压迫了血管跟神经 所以在下一章的课里面 还会好好的讲一讲 肌肉紧张 是影响身体很多种疾病的关键 好了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有经验 这个经验怎么用呢 就是你们家不管谁痛 痛呢 你就给他吃一些钙美补充剂 他如果还没有好 你就再给他加一点 还没好就再加一点 加到他好为止 这方面我们倒是真有很多的体会 我有很多的学员牙疼的时候 疼得不得了 周围上医院又不方便 因为牙疼经常都是生根半叶的 你去哪个医院嘛 一痛就是一个通宵 简直恨不得杀人 要么就自杀 真的我觉得 不管当到多大的光 一个牙疼就让他觉得生活毫无乐趣 所以人体健康真的影响很大 不管你的事业有多大的成就 只要你身上任何一个部位 痛 痠 难受 你所有的成就都会被这个 这个难受给替代掉 真是这个样子 我相信曾经牙疼过的人 深有体会 不过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方案 就是牙疼的时候 增加钙医美 再增加维生素 这两种增加之后 因为维生素B也跟身体的所有神经反应有密切的关系 把这两个东西加进去 基本上好吃 好睡 不痛 不痒 都感觉很舒服 当然不是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具体当中可能还有一些东西是缺别的因素所造成 不过不管缺别的什么因素 这两个方向首先是对的 我经常讲 我们给你的方案是对的 但是呢 你还缺什么呢 并不是说 单单靠补充的这个方案能够彻底解决 有可能你还缺了一些东西 打个比方 我给你补充的营养全部都是对的 可是你站在那就是不呼吸断气 那我还是救不了你 对不对 假设我给你的食物完全正确 然后教你的运动方式也是正确的 可是呢 你吃食物当中呢 不小心吃到了剂毒 你还是会死 对吧 也就是说 一个人的健康不仅仅是要学会做对事情 最重要是还要自己小心别做错事情 有些错误是无法弥补的 再打个比方 比如说我给你的营养是对的 教你的训练也是对的 偏偏呢 你住的地方正好离高压电线很近 那个高压电线产生的磁场严重干扰你的睡眠 以至于不管你怎么睡都睡不好 由于你睡不好 你就没有办法很好进行修补 你还是会出问题 所以这个世界上没有神医 我们只是尽可能帮助你 但是你需要跟那一些所谓的医生 所谓的营养师 所谓的自然疗法医师 去好好的沟通 来共同检查出真正的危险因素在哪里 首先要把伤害的来源弃除 才可能进行有效的修补 我们讲最后一个大系统 脂肪和碳水发合物 这里首先要告诉各位呢 不用害怕脂肪 让它解换吧 这是一个腌甲错案 很多人总觉得 不要吃肉 不要吃动物的食品 尽量的吃蔬菜水果 才能够带来比较健康的饮食 我认为呢 这是不完整 自然界竟然 既然会让人类进化到今天 可以吃肉类 我相信这个进化 一定有它深切的道理 而且在我看来 动物跟植物是同样的一种生命 很多的植物 一样会吃掉动物 很多的动物呢 其实呢 也都是这个 里面的营养非常丰富的 我们既然是一个杂食动物 就是告诉我们 尽量吃的 也丰富多彩也好 可是呢 这里要讲一个脂肪的问题就是 首先 人们经常害怕脂肪摄取过量 但是我认为 大多数人都不太可能 在某一餐里面 吃了很多的肥肉 天天都这么吃 打个比方 在座有多少人 可以每天吃两三块的 这个东坡肉 今天吃三块 明天吃三块 吃到脂肪过量 很难的 谁吃保持生的 这么吃东西 一般来讲 顶多一个月吃一次 对吧 两次 对不对 很多人虽然有吃肉的习惯 但是呢 一次也只能吃几块 很少了一次吃一碗的 所以我认为 在现实生活当中 吃肉过量 其实呢 很少见 脂肪呢 对身体是非常重要的 很多的女孩子 吃的脂肪都不够 所以她的皮肤很干 或者呢 某个地方很油 但是大面积都比较干 那么缺乏脂肪 其实是造成老化的一个 很重要的因素来的 我看我们的父母亲 这一辈的人 挺倒霉的 他们年轻的时候穷 所以不敢多吃肉和脂肪 他们后来中年的时候 稍微复育起来 有机会吃肉 可是基本上买回来 都给我们吃了 自己吃的很少 到了老年 去医院体检 医生说她 血年度太高 脂肪太高 所以叫她不吃脂肪 结果她一想 我这一辈子就没吃多少 现在还不让我吃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你的父母亲 真的没有吃多少肉和脂肪 他怎么会血脂肪高 血年度高呢 很多的营养学家和医生 恐怕都误解了 那个血液当中的脂肪 血年度 并不是由食物当中的脂肪 所带来的 相反 正是由我们完全没有注意到的 一个食物所带来的 那就是大多数人 习惯吃的米饭和面条 米饭和面条 这样的碳水发糊 它的特征就是 除了含有痰之外 几乎不含有其他的营养素 也就是在食物结构当中 它是属于营养最不均衡 最不完整的一种食物 如果你吃水果 你也可以得到碳水发糊 但是你会同时得到维生素C 同时得到少量的植物蛋白 得到纤维 得到大量的水分 水分可以降低痰的轮度 纤维可以减少痰的进入身体 维生素可以帮助痰的利用 你吃水果 你就可以大胆的吃 很多的医生阻止痰尿病人 吃这个水果 我认为这样的建议是非常不明智 因为我从来没有看到任何一粒 痰尿病人是从小爱吃水果 因为从小爱吃水果的人 根本就不会得痰尿病 倒过来讲 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苹果 假设我把它全部吃掉 里面能够有多少痰呢 一个苹果百分之九十几全部都是水啊 剩下的大部分是纤维啊 然后还有维生素矿物质 再剩下的那点痰只有一点点 这个痰有什么好害怕的 你要吃这个痰吃到过量 你得吃好大的一箱 才可能过量 可是你吃的干饭 稀饭 面包 馒头 以及面条 那一碗吃进去 除了痰 还是痰 整碗的痰 如果从体外注射葡萄痰 含有的痰是一百 如果直接吃米饭得到的痰 含痰是九十一 相当于体外注射葡萄痰 只不过是吃进去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你把米饭含在嘴里 跟唾液一接触 就是甜味 就是痰 对吗 所以痰尿病人 很冤枉 医生告诉他 你不能多吃肉 因为你蛋白质利用力下降 然后呢 你又不能多吃水果 那糖尿病人 会不会多吃蔬菜 如果他多吃蔬菜 他都不会得糖尿病人 所以他肯定 也不是多吃蔬菜的人 好了 肉不吃了 水果不吃了 蔬菜又没有吃多 那他要怎么样吃饱肚子 肯定就是多吃饭和面 多吃饭和面 就吃到了最大的痰的来源 那你说这个人 痰尿病还怎么好 就根本不可能好 所以我经常讲 我希望所有医院里面的 这些医生朋友 不要把营养学的 这样的一个概念 随意的去随便的解释 因为很多的医生 根本没有学过营养学 根本没有学过食物学 随便的这样的一个建议 顾客 病人又非常在意你的建议 你叫他不吃 他终身连碰都不敢碰 结果令到他造成 更大的饮食偏差 所以 要么就请医生朋友 好好地学习营养学 你的建议病人会很重视 你教会他们 对他们很有用 当然 我不知道是不是 所有医生都有良知 因为万一你介绍的 都有用的话 那病人很快身体就好了 你也就没生意可做了 另外讲到血年度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 他也不是脂肪造成的 因为呢 我观察过 假设我们在这个地板上 撒上一层油 各位走在上面 请问是滑的还是黏的 滑的 油是滑的 所以我经常跟医生讲 肥猪是最肥的 我就没有见到 他有心血管疾病 实际上呢 脂肪本身 它是滑的 打个比方 在你的血管 微血管 如果有很好的脂肪 以及你血液当中 如果有很好的脂肪 脂肪反而容易渗透到 微型房里面去 它可以流动到很深 很角落的地方 比水流动的还深远 它就真正能够改善血液型房 另外呢 我们来看看 什么东西是黏的 如果在地板上 弄上一些糖 你踩在上面 是什么感觉 那就是黏的 所以油是滑的 糖是黏的 血年度高 是从哪来的 血年度高 是由于血液当中 有不能利用的糖 黏着周围的脂肪 各位我们注意看一下 如果你拿一锅的油 在那里煮 不管你煮多久 那个油都是滑的 对吧 可是如果你在这个油里面 加一点点糖 煮出来的就是黏的 整个锅的这个旁边 全部都被黏着 所以我们这么多年的宣传 我认为误导了很多的人 而且从事实当中 我也认为大多数人 吃的脂肪都不多 相反的 他们吃的米面太多 米面这些高糖的食物 进入身体之后 不能利用的糖 会被身体转换成脂肪 各位我们要认真思考一下 从食物当中 所设起的脂肪 经过了消化吸收系统 会把脂肪变成 小小的分子状态 然后才进入血液 可是由身体内 转换出来的脂肪 没有经过消化道 没有经过吸收 没有经过肠道的筛选 直接从身体内转换 堆积在血液当中 这种脂肪 它的分子就比较大 而这种脂肪的转换来源 恰恰就是我们食物当中的 高的这些米面的含量 所以呢 减少米面的摄取 我本人呢 已经六年都没有吃米 没有吃面 全部都是把菜 把肉当饭吃 我发觉呢 吃这个米饭呢 有很多的坏处 第一个呢 当很多的人吃米饭 吃面食的时候 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米饭和面食 不需要怎么煮绝 就可以吞下去 于是他就用米饭和面食 迅速地把胃填饱 结果呢 没有留下多少的空间来吃菜 很多的女孩子 只要有吃饭的习惯 她吃的菜就只有一根 两根三根 哪里能够满足 她全身的养分需要 很多的这个 做生意的老板们 现在生活好了 他们食堂不服气 说她怎么可能营养不足 其实呢 他们恰恰就是营养不足 他们将来生病 十个有九个都是饿死 可是他们不信 他们说怎么可能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 那些在酒桌上 吃东西的人怎么吃 他们是这样的 来干一杯 来干一杯 来再干一杯 干到差不多的时候 开始拿一碗饭 配两口菜 配两口菜 然后肚子甜饱 都不吃了 最后一肚子 饭头 赚个钱是饭 没有几根菜 虽然点了很多 好吃的海鲜 很多的肉 其实你仔细观察一下 那个饭桌上的人 每个人都没有加几口 最后点了一桌的饭菜 不过吃的还是饭 菜没有吃多少 我们的父母亲就更惨 他们保留着 岩死的那种 节夜的习惯 他们经常会把饭吃的 一粒都不剩 结果菜没有吃完 把菜倒掉 现代人真的生活好了 有条件做很多的菜 可是很少把菜吃完 基本上都是把饭吃完 把菜倒掉 明明知道菜更有营养 明明知道菜的营养 更均衡 更完整 更丰富 可是呢 把菜倒掉 把饭吃完 结果吃了一肚子的糖 再来嫌自己肥胖 再来嫌自己高血压 血粘度太高 再来嫌自己得了糖尿病 说真的 这种吃法不得糖尿病 才奇怪了 对吗 另外的话呢 很多人不知道 糖是促成癌细胞增长的 关键养分 癌细胞很难直接吸收 利用蛋白质和脂肪 但是 癌细胞可以直接利用糖 一旦 糖增加 那么就意味着 癌细胞的增长速度 有可能会加快 所以呢 尽量的减少 直接的糖的来源 想办法 用蔬菜水果 来取得碳水化合物 因为蔬菜水果得到的糖 是含有大量的水分 纤维和维生素矿物质的 不会给身体带来危害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来讲 现代饮食结构的改善 其中有一个非常简便的法门 这个法门就是 不吃米饭 不吃面条 把菜 把菜 当饭吃 把菜 吃饱了 这样 你的饮食结构 就会大大改善 可是有人说 都不对啊 中国人吃了几千年的米饭 怎么到你这里说不能吃 以前的人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可是 讲这句话的人 可能不了解中国历史 中国历史里面 制造出来的粮食 农民可是吃不到的 这些粮食 基本上是要提供给军队打仗用的 储存在粮仓里面 剩下的是分给各地的那些当官的 所以当官的就有饭吃 普通的农民 百姓 分不到多少粮食 他们只能吃菜 所以在古代 一般呢 百姓活的时间比较长 那些当官的一般都活不久 各位你知道吗 中国一直到六十年代 我们自己都要用粮票 才可以买到粮食 在那之前 其实我们的生活好好的 可以都是吃很多的菜的 比如说一苦思甜的年代 那个时候 我们要吃很多地瓜 南瓜 其实反而吃对了 所以那个年代的人 身体我看都不错 很少听说过谁得癌症 谁得糖尿病 很少 现在生活品质高了 人们没有去吃对自己有利的东西 选择了这种棉价的 营养价值最低的食物 现在呢 再讲回脂肪 脂肪呢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就是它可以提供稳定而持续的能量 最好的脂肪来源 我认为呢 从现代人的饮食结构来讲 鼓励大家多吃一些橄榄油 多吃一些这个亚麻籽油 地中海一带的国家 是世界上公认的饮食 比较健康的这个地区 他们最重要的生活方式就是 他们吃很多的海頤 然后他们吃很多的橄榄油 他们生吃蔬菜和水果 他们从来都不吃米饭 他们即使偶尔吃面包 他们吃的面包也是那种出卖的 硬斑斑的面包 所以那个饮食结构相对就不错 所以地中海沿岸的国家 那里的人一般都长得很漂亮 女孩子长得很漂亮 男孩子长得很帅 所以食物跟人的这个健康 是有非常大的影响 那另外的话呢 我认为呢 射起脂肪呢 最重要的就是 保持一个这个习惯 每一天在你的早餐 中餐晚餐里面 适当的都加入一些橄榄油 加入一些这个好的油脂来源 尤其是女孩子 其实你身上的很多的健康问题 都是因为缺了一个很重要的营养素 就是脂肪 为什么呢 因为脂肪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差点漏了 但是漏掉的话就麻烦了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各位知道 人的解毒系统里面有两大解毒方式 第一种就是水溶性的解毒方式 把毒素溶解在水里 透过尿液排出体外 第二种解毒方式 就是把毒素溶解在脂肪里面 叫做脂溶性的毒素 透过肝脏排毒 把它排出体外 可是呢 一旦你的脂肪涉起不足 你就没办法溶解体内的 这些脂溶性的毒素 脂溶性的毒素 最大的来源就是那些化工产品 那些产品几乎 包括那些药品 几乎都不能够溶解在水里 只能溶解在脂肪里 假设你的脂肪涉起不足 那么其实你反而很容易得癌症 因为那一些不容易溶解在脂肪里面的毒素 特别容易在身体某个部位积存起来 而且那些化学毒素 是最容易干扰到人体的DNA的 所以呢 这个脂肪呢 我认为该给它平反遭血了 那当然不要去吃油炸的脂肪 那些炸鸡翅啦 那些烤羊腿啦 烤肉啦 这种在非常高温下造成油脂的破坏的 这种尽量减少 正常的油脂来源 即便是肥肉 即便是瘦肉里面带来的油脂 我都非常欢迎大家去设计 因为我认为 没有人一天可以吃很多很多的肉 这个年代早都已经过去了 只有李逵才能够做得到 现代人基本上一天吃的肉 其实是有限的 唯一容易吃的过量呢 其实是米和面来的 再讲回米和面的问题呢 我要讲一个简单的比喻 喜欢吃米和面的人 除了他大量的摄取米面之后 减少了他其他蔬菜和肉类的摄取 造成饮食不均衡之外 最重要的是 米面是属于高痰的食物 吃入身体之后 身体的血糖会迅速上升 从而刺激胰岛素大量分泌 胰岛素大量分泌之后呢 就促使胰岛素逐渐逐渐分泌减少 而导致胰岛素分泌衰竭 这是一大问题 胰岛素分泌衰竭以后 就会导致糖尿病的发生 可是第二个问题呢 第二个问题是 这种不均衡的饮食 会造成身体的养分 不断的流失 我们打个比方 假设这是你要吃的米饭 或者面条 这些金米白面 然后呢 这是你身体储存的 蛋白质维生素 矿物质的储存量 假设有这一杯 好了 当你吃了这种 单一的饮食 米和面的时候 吃进去之后 身体要分泌消化液 包括唾液 胃酸 蛋白酶 脂肪酶 淀粉酶 这些消化液要分泌出来 消化这碗饭 这碗饭被消化完之后 进入身体 身体已经消耗掉了 蛋白质维生素 矿物质 为了消化它 这个时候呢 你吃了一碗饭 可是这碗饭 不能够还给身体 维生素 矿物质和蛋白质 于是你每吃一口 身体就要流失大量的蛋白质 维生素 矿物质 这样的话呢 慢慢慢慢身体就失去平衡 基纯的糖类越来越多 用不掉 流失的蛋白质 维生素 矿物质 越来越多 最后导致多种疾病的发生 我个人认为 多种慢性疾病 都跟这样的食物方式 有着密切的关系 好了 今天呢 我们把营养与健康方面的 这个课题呢 基本上讲完 同时也就等于呢 告诉了各位 慢性疾病发生 以及解决的一个思路